欢迎收听由粤文听书和咒语惊弦联合出品的《毛山鬼王》 作者 子梦幽龙 多奖 持冰 猫朵朵 后期制作 娘娘喵 第1128集 人心叵测 不等格语答话 那女系列往前走了一步 大大帮帮的朝着格语一拱手 贺气的说道 女系列见过这位大哥 女系列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格语 你们认识一下 以后他可能要在这赵月族待一段时间了 格语连忙还礼 郑重的说道 格语见过组长 随后格语瞧向黑小色 坏坏的一笑 哥 我是不是要改口叫嫂子了 你别瞎说 这是组长 我们现在是好朋友 你还别瞎想 格语发现黑小色说这话的时候 那女系列的脸色竟然微微的红了一下 低下了头去 这个禽兽 说不定将那赵月族的组长已经给拿下了 简直没天理 二人寒暄了片刻 不大会儿功夫 便有人端上了韭菜 摆放了满满一桌子 沙千里一看到这么多好吃的 顿时撸起了袖子 坐在那桌子旁大吃大喝了起来 随后 黑小色秉退了众人 说有些事情要单独跟格语聊聊 于是那女系列和几个女将士也很快离开了 此时屋子里就剩他们三个 沙千里的脑子坏掉之后 饭量惊人 一口气能吃下半只烤山羊 这会儿他注意力全都放他吃上了 也没空搭理他们俩 二人是在桑玉的途中分开的 将近两个月的光景 再次见面 无声唏嘘 感觉像是经历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此刻 兄弟二人找着地方坐下来 心中都有千言万语想说 但一时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最后 格语打破了沉默 黑哥 当初咱们来的时候 你明明抓着我的手的 为什么突然惨叫一声就没影了呀 嗨 别提了 当时我也是犯贱 无为真人说过不要睁开眼睛 但我一时好奇 就睁开眼睛看了一眼 就看到有很多可怕的无法形容的东西 在我面前快速闪过 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要扑在我身上 当时我吓得一哆嗦 就松开了您的手 然后就吊在了西荒百族的赵月城附近 黑哥 你还真是有女人员啊 当初被野人给抓走 被十几个女野人 嗨 别提这一茬啊 都过去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哎 你在赵月族 是不是也被一群女将士给围了 带你回来当压寨男人 行了行了行了 黑哥 我这次可没这么好的运气 我一进入桑域 就出现在赵月族一个小村子里 好像叫什么牧鱼族的 正好偷袭赵月族 结果失败了 被赵月族几千人马给围困 赵月族将我当成了牧鱼族的人 给抓了起来 还充当了奴隶 干了好几天的苦力啊 我靠 还有这事 那一手段不赖啊 难道就这样束手就擒 几千兵马朝你冲杀过来的时候 你反抗一下试试 当时我一落地 就碰到这事 完全吓傻了 还以为他们又回到 叶兰后裔那边去 只是赵月族的人说 狡献不杀 我就束手就擒 再做打算 然后就背带着去做了奴隶 给赵月族的人修城墙去了 过了没几天 那个牧鱼族的人 不死心 又来偷袭 而且还是里应外合 将女系列的弟弟给抢走了 是我将那娃儿给救回来的 然后又帮着赵月族的人 打退了伟仓族的人马 这才一步步走到现在这地位的 听到黑小色的话 好像比自己的精力还要坎坷一些 最起码自己没被人当过奴隶 小语 你来到这之后 是不是在伟仓族落脚了 嗯 不错 当初伟仓族派了六千大军 讨伐赵月族的时候 我就在场 当时我们在追杀伟仓族 那些残兵白将的时候 本以为能够将那些人全部歼灭 后来才听家朗族的人说 伟仓族当中杀出一匹黑马 能够驾驭各种妖物和鬼物 直接冲开了封锁圈 将他少主等人给救走了 还带出去了数百兵马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 这人怎么那么像你呢 原来还真是你啊 唉 我也没想到 咱们之前还做过敌人 这几天 我让赵月族的人派出了探子 到伟仓族去打探你的消息 好确认一下 那天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 这不 派出去了探子还没回来呢 你自己倒是送上门来了 哎 不对啊 你救了伟仓的少主和公主 按说大功一件啊 为什么突然跑我这儿来了 这事儿可真是一言难尽了 当下格宇便将自己在伟仓族的遭遇 一五一十的跟黑小色说了起来 这事儿啊 说起来真是孩子没娘 说来话长 听得黑小色啊 时而欢欣雀跃 时而愤怒一长 当听到伟仓族最后暗算格宇 想谋取他身上牙子的时候 黑小色更是抱了粗口了 拍桌子骂娘 我去他大爷的 这个伟仓族的人真的不是东西啊 你三番两次救下他们少主 要不是你当初冲破了家朗族的包围 那个什么翟藤长老爷 无法活着离开 他们良心都被狗吃了嘛 人心叵测啊 我以为桑玉这个地方 会比夜郎后裔那边好一些 谁知道这些人 才是真正的傻人不见血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没告诉你 那摘藤长老 便是无为真人说的那个小鬼子 摘藤剑衣 我也是没想到 那小鬼子竟然还活着 而且已经是地先的修为了 我被他追杀的时候 差点死掉 这牙子用妖园救了我一命 现在牙子实力大损 估计很长一段时间 都无法出来活动了 我将它放在巨灵塔之中酝氧了 黑小色仔细想了一下 好像有些记不起来 这个摘藤剑衣了 当时无为真人 只是那么随口一说 经格宇的提醒 才重新又记了起来 我靠 你说的那个摘藤剑衣 就是当初侵律有华夏的一个修行者 不是说这个人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接近地先了吗 没想到老东西竟然没死 还做了伟藏族的长老 这小鬼子 真那么坏的流油 死刑不改啊 其实 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就是那九云盘 让那摘藤老儿给抢走了 我们要离开伟藏族 必须要将九云盘从他手中抢回来才行 不是 那这等老儿怎么知道那九云盘 能将我们带出去的 他也不知道 不过 这老小子修为 已经看破地仙果位 眼睛很毒 一眼就看出九云盘的作用来了 不过他虽然抢走了 但是就不知道如何操控 所以 没有我们 他肯定离不开丧狱 当务之急 我们必须要尽快地找到 仲敬亮和张云盘他们两个 然后再想办法 去找到摘藤老儿 黑小四柱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转头看了眼 正在山翅海赫的沙千里 黑黑一笑 有这位沙千里在 对付那摘藤老儿 应该不成问题吧 他怎么说也是个地仙 正好地仙对地仙 我看咱们带着他 收拾了摘藤老儿也成 黑客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沙千里现在这个 疯疯癫癫癫的样子 我觉得 他之前肯定是受了什么刺激 或者是 被人伤了脑袋 修为也受到了一定的损伤 以对摘藤和沙千里的了解 沙千里或许 不是摘藤党老的对手 顶多也就是五五开 而且 那伟仓族并不是只有 摘藤党老一个人 和六位很厉害的长老 修为都在鬼仙之境之上 在这一层长老之下 还有一个叫完颜长老的 最少是五前鬼仙的境界 还有就是 那个组长阿拉昌 虽然是一介女流 修为也是高深莫测 到现在为止 我都没见他出过手 但是 我却能感受到 他的修为也不低 估计也是个硬茬子 你觉得咱们两个 再加上杀老前辈 能活着离开吗 按你这么说 即便是找到了 亮子和张一涵 咱们想要抢回九万盘 也是个未知数 这事还真是有些麻烦了 我也是很头疼这件事情 不过也没有办法 眼下当务之急 还是先找到亮子和张一涵 我在伟仓族 还找了人画了像 去找他们两个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收到消息 就受到了暗算 你在赵伟族的这些日子 有没有他们两个人消息 这事我也在查 我坐上这户族将军 也没有多少时日 以前是没有这权利 现在可以拆遣一些探子 出去找人了 我也让人画了 他们两个人画像 不光在百族之内寻找 更是在加朗和大成族 也都派了人手 不过首先一点可以确定 他们两个肯定不在加朗族 我已经派人打探过了 你既然在伟仓族待了那么久 那么伟仓族现在 也可以派出在外了 嗯 那现在我只能在你这儿落脚了 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 哎小语 你这话可就见外了啊 咱们是兄弟 不管我们现在在哪儿 如今是什么身份 咱们早晚都是要出去的 在这里的一切都会成为泡影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还分什么你我吗 嗯 那这么说 那个赵月族的少主 女系列 也是我们那儿的咯 滚蛋 我跟女系列那是正儿八经的朋友关系 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 都有关系了还跟我狡辩 我看那女系列对你很有意思啊 明显是看上你了 你小子是不是把人家给拿下了 这个真没有 女系列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长得漂亮 人也好 咱们都是早晚要走的人 我不能害了人家 君子好色 取之有道 黑哥我做事是有分寸的 啊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嘿呦呦呦呦呦呦 黑哥什么时候这么有节悟了 倒嘴的肥肉都不吃了 扯淡 在赵月族黑哥我也没闲着 虽然没动女系列吧 还有别的女人对黑哥我投怀送抱 咱在这里也不缺女人 要不要今天晚上我给你安排一个 别了 我不耗这口 你小子还在为杨帆妹子手山如玉呢 这都多久了 您那一点消息都没有 说不定人家早就把你给忘了呢 杨帆一直是葛宇心头的一道疤 这时候突然提到他 葛宇脸色顿时有些不太好看 黑小色也知道说错了话 黑黑一笑连忙道 好了好了 这事咱们不提 少老前辈今天就住在这里 咱们兄弟俩 今天睡一屋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聊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想跟你一起睡 滚蛋 找你的女系列去吧 我跟杨老前辈一起 她现在脑子有些不太好使 我怕她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反正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聊天 不在这一时 你们缺你们蛋 不用管我 师父 让他们多给我准备一点好酒 我感觉自己可是很长时间没喝酒了 多拿了一些 沙千里手里拿着一个鸡腿 傻呵呵的冲着格宇喊道 你什么时候收沙千里做徒弟了 厉害了你 敢收地仙做徒弟 你前无古人后来者呀 格宇和黑小色这一见面 颇有一种小别圣新欢的感觉 从傍晚一直聊到深夜 二人还是有些依依不舍 那边沙千里已经吃饱喝足了 趴在桌子上睡着 呼噜声打得震天响 目前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有等黑小色派出去的探子 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找到 钟锦亮和张义涵的消息了 如此沙千里和格宇这几天 一直都待在赵月城 等待着下一步的动作 黑小色此刻 显然已经成了赵月族的顶梁柱 成为了赵月族长 女系列最为得力的助手 格宇之前在伟苍族的时候 每天过得提心吊胆 跟那些黑猩猩在一起的时候 还要防备沙千里随时发难 现在跟黑小色碰了面 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丧欲之中基本上所有人都不可信 只有自己兄弟 才能成为最大的依靠 在赵月族 格宇也是身居简出 为了不让人发现自己的踪迹 格宇还戴了一张人皮面具 这也是为了小心起见 黑小色能在各大族群之中安插探子 说不定这赵月族之中 也会有伟仓族的探子 一旦伟仓族的人知道 格宇在赵月族之中 说不定就会冒出什么其他的想法来 这一点格宇不得不防 在没有找到亮子和张义涵之前 格宇不想节外生枝 不过这几天那也没闲着 白天的时候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沙千里 晚上 沙千里便会招呼着格宇找一处僻静的地方 传授给他那三个剑招 现如今经过沙千里的悉心指导 格宇对那三个剑招已经融会贯通 打起来也是有模有样 只是那威力上不敢跟沙千里相提并论 虽然沙千里的修为有所折损 但毕竟还是地先进的超一流高手 欢迎来到听书网 听22点看目 本集播讲完毕 Muah